第2006集 空前的盛典 已经数万年没有踏出妖皇天一步的妖皇天之主 竟然如此的给面子 亲自前来参加这场盛典 然而时间仅仅只是隔了半个时辰而已 另一个天大消息再次让整个九重天阙陷入了巨大的震惊之中 东皇天之主东皇雪泪寒面对天下宣布 本皇将亲自参加墨云天穷花大帝登基大典 并且全力支持穷花大帝登基 东皇面对天下宣告 任何人 胆敢在穷花大帝登基大典上捣乱 便是整个东皇天的敌人 以东皇的声望 以东皇天在十大天地之中排名最靠前的强悍的实力 来宣告这则消息 其震慑力度当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级别的 不管是谁 但凡是想要来捣乱的 现在不仅仅是面对墨云天 还要面对整个东皇天 甚至是直接面对东皇雪泪寒本人 除了要面对东皇 或者还要面对整个妖皇天 妖皇天之主妖后妖心儿也说不定的 相信就算是实力再强悍 对自身再有自信的人 心中 只怕也要嘀咕一下 自己是不是那块料 能不能扛得起这三大天地 九地一后之中 东皇雪泪寒排名第一 妖后妖心儿排名第二 这两个人同时宣布参加大典 并且明里暗里的表示对墨云天心地的大力支持 让整个九重天阙突然间充满了一种异样的意味 九重天阙将于辽阔 但各大天地的枢纽之处 却自有办法将消息在第一时间之内 传送到九重天阙的任何一个地方 天下 顺时沸腾 九重天阙所有人的目光 在这一刻全部都集中到了墨云天 这一刻 墨云天成为整个九重天阙的焦点 距离前一波惊动整个九重天的消息 就仅仅只是过了半天时间 其他的各方天地仿佛凑热闹一般 突然都在同一时间里做出了一项决定 足以真正震撼天地的重大决定 继妖后妖心儿 东皇雪泪寒之后 中基天主宰大帝最无情 也正式宣布 将亲身参加墨云天穷花陛下的 继位登基大典 对于知情人 有信任而言 如果说雪泪寒和妖后 还是有正当理由 参加穷花大帝登基大典的话 那么 终极天地最无情 可以说是圣君的铁杆拥护者 他宣布将会亲身参加这个登基大典的理由 就有些可圈可点 耐人寻味了 针对于这个消息 天下人纷纷议论 各有所见 但这个话题 才不过刚刚热起来 就听到九中天却红中在响 这一次却是属于大罗天的声音 大罗天无极天帝子无极 向九中天却宣布 无极天帝陛下亦将亲身赴会 参加墨云天穷花陛下的登基大典 一时激起千层浪 随着四位天帝的先后表态 大家都隐隐感觉到一个事实 这件事绝对不会就这么到终点 后续还将有许多变化 果然就只不过又过了斩查时分之后 浮屠天天帝莫回臣宣布 将亲自参加墨云天穷花陛下登基大典 并且将向穷花大帝送上登基之礼 在登基大典上专门送上一份厚礼 还要对整个天下说明此事 此举无疑是表达了对穷花大帝的支持 而且其中更隐隐寓意了有结盟的意思 天下再度为之震动 这位穷花大帝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然连浮屠天天帝也有交情 可是震撼还远远没有结束 大西天狂见天帝无野狂宣布 狂见天帝陛下将亲自参加墨云天穷花陛下登基大典 清潮天五威天帝莫青青宣布 五威天帝将亲自参加 南极天冰雪天帝孟景辉宣布将亲自参加墨云天穷花陛下登基大典 这一个接一个的消息 便如一道道接天连地的彩虹横根于青天之上 久久不散 天下无不为之震惊 一则又一则的消息 就好像是一记记着闷雷 全无间断地重重地轰击在每个人的心房 让每一个听到的人 都是感觉到了头晕目眩 所有人同时意识到 一场遍布整个九重天阙的世纪盛典正在拉开帷幕 这将是近百万年来整个九重天阙的第一盛事 自从紫霄天出世以来 紫霄天帝子豪陨落之后 九地一后还是第一次能够凑得这么奇全 奇聚墨云天 东黄天 妖黄天 中极天 青霄天 大罗天 浮屠天 大西天 南极天 还有 由圣君开辟 取代原本已经被天魔占据紫霄天的赤北天 最后还要再加上墨云天 九重天阙 九地一后 一个不辣 全员到齐 这些消息一传出来 天下顺时为之沸腾了 墨云天的民众更是奔走相告 有史以来 从来未有任何一位天帝登基之时 能够有这么大的动静 也从未有任何一位天帝能够有穷花大帝这样大的面子 九地一后奇聚墨云天哪 这是何等盛事 每一个墨云天的百姓都感觉到了源自心底的由衷自豪 纵观古今 放眼未来 也就只有我们的穷花大帝才有这等本事而已 有人只不过说了一句 你们得一个屁呀 他们这些人也许都是来看你们穷花大帝笑话的 也未可知啊 亏你们还要引以为荣 有你们哭的时候 但这个人的话没有说完 就已经被愤怒的墨云天民众生生的撕成了碎片 得到以上消息的墨天机 一个头变成了两个大 因为若是这些为天帝都要亲身前来 时间明显不够 但要是临时改动时间迁就这些人的话 不光是对登基大典仪式不吉利 更会凭空弱了墨云天的威风 好像墨云天怕了来不及赶到的那几方天帝一般 但若是不改动大典时间 仍旧按照原计划进行 那么 等几位天帝到来的时候 仪式早就过去了 黄花菜都凉了 还来做什么 如此 非只是得罪那几位来不及赶到的天帝而已 根本就等于是同时得罪了九方天帝九大天帝 等于平白树立了九名目前无法与之匹敌的大仇啊 这对将来墨云天的发展 无疑是有百害 而无一利 竟是等也不是 不等更不是左右为难 进退为谷 所有负责安排仪式的人 对此都是数数无策 连墨天机也深感抓瞎 皱着眉头夺来夺去 就是想不出一个行之有效的针对策略 竟是怎么办都不对 放心 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 楚阳老身在在 一定会有面子周全的 你就等等看好了 大哥你别闹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还怎么可能有什么面子周全呢 墨天机大发脾气 这帮混蛋早不来晚不来 现在明显来不及了 你才同时做出决定 简直就是合计好了 存心要来跟墨云天过不去一样 墨天机狠狠地道 跟墨云天过不去 就是跟谢丹琼过不去 跟谢丹琼过不去 就是跟咱们一干兄弟过不去 跟咱们一干兄弟过不去 哼 等咱们兄弟日后语意丰满 干脆将这些人 一个个的全都拉下马来 九帝一后 咱们兄弟们 加上清武乐儿正好补缺 连同紫霄天的话 咱们这里还有一位 谭大魔王等着补进去呢 简直就像是为咱们量身定做的 是不是 有没有 墨天机气急败坏地说道 楚阳见状哈哈大笑 竟是发自心底的开怀 实在不是楚阳没心没肺啊 这么紧要的关头 还能这么想得开 实在当真很少能够见到墨天机 这么挤眼的时候 此刻这样的气急败坏 尾时是难得一见的风景线啊 笑笑 那你说说 眼前的情况 还能有什么面子周全的可能啊 他们约好了 这个时候一起来 分明就是打算要看笑话的 分明就是吗 随后重重地哼了一声 一巴掌啪地拍在桌子上 这分明就是逼宫 就找茬 我让你们定好了时间 定好了也得改 就因为我们的一句话 分明就是这个意思 摆明了要向墨云天 还有咱们所有人的面子 墨天机眼中在喷火 眼前的局势啊 也难怪墨天机发火 眼看着在兄弟们 齐心协力之下 即将达到胜利的终点 却在临门一脚的时候 突然间杀出了一帮强势敌人 还要是那种难以匹敌的 超级强敌 这就好有一笔啊 本来是小学生篮球赛 已经快要比到中场 突然间 对方全员下场临阵换人 而且换上的居然 全是NBA的职业篮球手 这让另一边还怎么玩啊 怎么玩都得输 到手的胜利顺时换命 那滋味 是个人就得恼火万分 楚洋却仍旧是一副 老神在在的德行 别的你不知道 但你总不可能认为妖后也跟咱们捣乱吧 要知道他的儿子妖宁宁 现在可是在咱们这边 正忙得跟陀罗似的团团转呢 莫天机闻言就是一证 是啊 你的意思是 我看你这段时间是忙傻了 都忘了最起码的变通啊 只要妖后给面子 发个声明 拜托咱们改期 咱们不就可以借坡下驴了 完全可以救活所有的时间 如此一来 岂不是面子里子都全过了 楚洋平静地扭着脖子 若是妖后不给这个面子 也没关系 咱们就收拾妖宁宁好了 相信 咱们能让这位太子爷 在他妈到来的时候 把他妈闹得鸡犬不宁 不是什么难事吧 第2006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